我们接下来画前周龙的牙齿 前周龙的牙齿是那种典型的霸王龙类牙齿 前边的几个牙齿非常的小 而且形状看上去跟后边的也不太相同 前面的牙齿从泡面上看比较圆而且比较直 后面的牙齿逐渐弯曲 而且变得很大 前周龙的牙齿前面几个称为前上和齿 前上和齿是一共有八个 比较短比较小 后面的牙齿形状跟前面不同 不像前面的牙齿那么直开始向后弯曲 这个叫做上和齿 我们画这个前周龙牙齿的特写的时候 会把两组都画进去 这样重点突出它两组牙齿的区别 我们选一组 它靠近嘴巴尖端的牙齿去画 首先我们先画出它鼻子位置的形状 然后是它的嘴的形状 它的嘴的形状可以参考现在的鳄鱼 它并不是一条直线 是稍微波浪状的样子 回过头来我们画上鼻孔 然后是鼻子上方 它的鼻子上面有很多转折 大概是这个样子 拥有的像短角一样的结构 接着我们来画它的牙齿 它上和的牙齿分成两类 一类叫前上和子 一类叫做上和子 我们先画它的前上和子 前上和子一共单侧有四个 两侧各有八个 是一个比较短 比较圆形的一个样子 也是比较直 但是后边的牙齿就会变得很大 而且向后弯曲 然后我们把牙齿根部 与皮肤连接的部分画出来 在这些牙齿的根部 有非常肥厚的肉 给它包裹在一起 这些肉能够让它闭嘴的时候 让口腔完全密合 也给嘴部 牙齿 根部 保持一定的弹性 然后在这牙齿表面 长有一些锯齿 这些锯齿是咬食物的时候 切割用的 很多时候恐龙都有这样的结构 接下来在它的稳步的表面 有一些大型的鳞片 可以给它体现出来 然后我们 我们把它的牙齿 给它修整一下 接着我们来画它的下颌的轮廓 我们画的是它闭嘴的样子 因为刚才提到的 包裹牙齿根部的这些肉 可以这样去表现 当它闭上嘴的时候 这个上颌的牙齿会暴露出来 然后下颌的牙齿根部的肉 会填充在这些牙缝之间 让它嘴巴密合 另外就在这些比较厚实的表皮上 拥有一些三叉神经苦 这个就有点像鳄鱼的嘴的表面 就有这些结构 这样可以让这个动物的嘴的周围 感觉非常敏感 然后我们再把下颌的鳞片 给它画一些 这样前周龙的牙齿特写 我们就完成了